市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置業的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亦都會為你分析各個互認的優缺點、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以及將來的收留,及貼助辦理各項政見、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成為你置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如果任何的查詢都歡迎你可以電話先聯絡我們 我們承諾一定會盡快提供各下所需的資料和解答你的疑問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曾得最理想的安樂窩以至是投資物業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這影片了 另外亦都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我是阿湯 這次帶大家來到珠海航新食這一邊 去看一個價錢 在總價來說,相當驚人的項目 總價是在說50多萬起 當然你一聽就當然是憑你 前陣子都明明還在說140多萬起的住宅 細單位起標,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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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商就將它定性為公義產品 不過就不連裝修 即是說你賣了下來之後仍然要自己做裝修 發展商也可以在裝修方面省一點工夫資源 第二天你自己想怎樣裝,怎樣用 就給你一個空間 其實發展商這一招都很高明 如果你了解橫琴那邊產品的人士 都會知道橫琴那邊現時有一些工夫 商業產品等等 其實已經沒有再給你裝修 將裝修責任交給業主 如果你知道這些內情的話 你就會明白我說什麼 還有要小心地選擇這一類 自己要做裝修的產品 除了拿錢出來之外 始終全部的東西由你自己去做 因為市場上大部分的公寓 都是由發展商做裝修給你的 無緣交流的公寓是非常之少 說到底這個項目價錢就真的很便宜 行新城來說 五十幾萬元 你就可以在行新城裡面擁有一套物業 但在你角度也不是一種非買不可 或者是不可或缺的產品 或者你必須擁有的產品等等 純粹當資訊影片看了先 如果你說看完 雖然我們自己的兄弟不是十分推介 但是你都覺得五十幾萬 入場到航空新城的一個物業 是覺得值得買的 當然也可以聯絡我們拿些資料 但是說真的那句 始終要自己做裝修的話 又要拿筆錢出來 即使做完之後 可能都是講一百萬內的成本 不過始終 在行新城這邊 人家大部分買的是住宅 我們都偏向如果你的資金實力是足夠 哪怕你買些便宜些 好像上次我們推介的金灣寶龍城 它有勢回應 相比之下都會比擁有一個公寓更優勝 但當然如果你的資金真的剛剛好 只是想買一套公寓類型的產品 這個你也可以留意一下 現在我們看完這個行跑畫面之後 就交給Jerry進去看看 現時這個行為是怎樣 還有一樣東西是需要講講 之前我們有介紹過這裡的商鋪 現時商鋪區已經是全面進攻 是做好了 相當靚仔 一會兒我們的畫面 都會帶大家去看看 要不要緊 要不怕 就是要大型 要不怕 先看我 要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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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今天也是我JERRY 現在鏡頭再接到金灣區的航空新城 在航空新城來說 大家所了解的住宅會比較多 但不知道公園有沒有聽過呢 沒錯 今次來探訪一下龍江龍湖首開湖城大景的樓盤項目的公園產品 對上之前我們曾經對他的住宅進行拍攝 今次是走訪一下公園產品 又是怎樣的情況 事不宜遲 進去思考中心 看一看 這個的話是我們整個湖城大景的一個沙盤 總佔地面積的話它是9.3萬方 然後建築面積它是31萬方 也是整個片區裡面容積率是比較低的 像我們容積率的話它是2.38 定位的話就是整個金灣航空新城裡面商務板塊 包括高端住宅的一個河板 像整個項目它是分為AB片區的 A片區主要是一些高端的一個洋房 以及少量的一個平層為主 定位就是整個航空新城的一個高端住宅 那麼B片區的話就是商務板塊 它結合著有街區式的一個商鋪 以及像我們的一個公寓產品 以及寫字樓為一體 那麼我們現在在的這個位置的話 是在這一邊就靠近金山公園 臨馬路這一邊的一個商鋪 這邊是我們的一個樣板房 OK 樣板房這一棟13棟呢 是我們整體的一個自尺寫字樓 以及15棟和16棟呢 也是我們的一個寫字樓 但是因為產權的問題 有一些是以自尺為主 有一些是以賣為主 那麼像包含15棟的一個寫字樓 因為它是臨著這個保利時代 它具備一定的一個商業的一個属性 那麼以及來講的話 中軸包括你看到這種比較愛的那種 這種是我們的一個整體的一個街區式商鋪 包括之前賣的一個價格還是比較貴吧 它主打的就是後期的一些高端的消費社區 有點像珠海富華里那種 臨街式商鋪 那麼以及11和12棟呢很明確 我們做的定位就是單身公寓 目前的話有兩種產品 一種呢是4米5層高 另外一種的話是3米9層高 OK 它主要針對的一些客群的話 就是我們整個航空城商務板塊裡面的一個工作人員 OK 後期有比較強大的一個注定市場 那麼我們單身公寓也是可以滿足得到的 包括我們的一個產品線來講 4米5主要現在是精裝的一個產品 基本上淋包入住 那麼3米9的話它後期 它因為它現在是毛皮膠嘛 後期它可能會扮有一些裝修方案 包括整體來講因為高端子人群呢 這邊的一個租金還是比較有吸引力的 對 那麼像這一邊的一個寫字樓 剛剛跟你講過了 就一二到目前來講 它一樓的一個商鋪是已經全部去化掉了 二到四層呢主要是以自此的為主 後期可能會通過一些招商引入大量的一些企業 過來進駐人氣也是比較不錯的 那麼五樓到十三樓這一邊呢 整體板塊呢它是以自營 就是業主自購自購為主 那麼像這一邊呢 就是我們這一邊的一個酒店用地 它的一個定位也是比較高 也是類似星或五星級的一個酒店 它現在的話就是目前還沒有建 已經預留了這一塊地的 所以說我們這個片區寫字樓的話 它後期容納的一個人群 大概是在六千到八千人的一個穩定人群 那麼像這一邊的一個公寓呢 主要基本上人群也是在一千兩百套左右的一個單身公寓 整體排量還是定位比較高的 那財政市長想請教幾個問題 就是十一跟十二是 我看到是二十 一個是十七層高 一個是二十層高 是的 然後的話像十一層它是 它的單位的話是從一樓開始還是二樓開始 兩棟的話它都是從一樓開始 那為什麼會存在從一個十七一個是二十呢 就剛剛你講的那個問題 就是因為它層高不一樣 明白明白 就是我們在整個建設當中 它每一個平面框架它是一樣的 那唯一的一個差別呢 就可能後期的一個交付標準 以及就是它的一個高度 也會有那個高度差 對 它的那個像現在是幾梯幾戶的 像十十二 目前來講的話像這一邊的一個公寓呢 是四梯 就比我們現在四米層高是四梯二十二戶 然後像這一個的話就是四梯二十八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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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房時間大概是在 像公寓的交房時間是在今年年中 六月三十號之前 所以十一棟是金裝膠 十二棟毛皮膠這樣嗎 對 但後期的話毛皮這邊 我們可能會做一些裝修方案吧 就類似裝修包 可以供業主去選擇 OK明白明白 然後的話就是還有我們這些 價格是比較關心的一回事 嗯價格當然所有人都會比較關心 因為現在是這樣的 之前呢是整個是龍光進行去操盤 嗯 但現在的話就是由我們龍湖整理承接下來了 嗯 像大家最感興趣的 應該是四米五這邊的一個金裝公寓 嗯 因為首先第一個從存量來講的話 四米五層高呢 它已經賣的差不多了 嗯 現在的話可能就剩下不到十套左右 嗯 那麼我們也是有想法呢 就是將這一邊的一個四米五層高公寓呢 以低價的一個價格快速出去 嗯 那麼後期的話我們會針對性的對這種寫字樓啊進行招商 啊有人了之後呢 再將這邊的一個街區式的一個商鋪也同樣進行招商 招商有人的基礎上然後進行我們的一個十二棟的一個產品銷售 嗯 那麼我們十二棟的話是目前比較大的一個貨值 就剛剛跟你講後期我們可以提供到的一比如一些裝修包 嗯 或者說毛坯的一種整體交付可以滿足不同的需求人群 嗯 比如您是想做個人工作室 因為像這種是可以註冊公司的 嗯 如果或者是說像呃 作為一個居住屬性來講的話 因為這種是屬於商業服務 嗯 是可以當公寓去住的 嗯 都可以去選擇 嗯 都沒問題 價格 嗯 價格 還是那個問題 對 總價大概總價多少錢 像這一個的話金裝它單價的話大概是在不到一萬六 哦 單價不到一萬六 對 然後便宜的話 因為它是有南北之間的一個差距嘛 嗯 然後總體來講的話 均價是不到一萬六 大概一萬五千七八左右吧 嗯 然後像這一個呢毛坯的一個價格 後期我們定價會高一點 嗯 預計是在一萬四左右 嗯 嗯 現在毛坯的價格呢 現在毛坯的話大概是在一萬二左右 一萬二左右 但我們後期會做一個調價嘛 就剛跟你講的就是 後期它的一個價格加上金裝 其實跟這一邊四米五價格是沒什麼區別的 OK 所以說現在這幾套四米五的一個價格 性價比就非常非常高 嗯 對 那我們那個管理費是 呃 它是龍光的物業 啊 管理費的話是4塊5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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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其實下面還有它的游泳池 那是游泳池還是什麼 這個游泳池呢是那個酒店的 酒店的一個配套 對 對話太方無證 呃 後期的話這個暫時要跟物業拿通 這個還是不確定的 OK 好 明白 謝謝 好 好 那去看示範單位的路上呢是會經過這個商鋪的街區 那之前我們也說過了我們是有做過這個商鋪的成交 那接下來這個畫面也可以作為我們現在看到商鋪街的部分已經做好了 那帶一些可能已經購買了的業主們過來這裡看一看目前最新的狀況 那真心說一句其實航空新城這邊呢也都有一些商業辦公等等的需要 其實我個人認為呢本身這裡如果是規劃商業用的 包括現在看到的這個商圈商業街等等呢 其實它公寓部分的這些動數做回一個小型寫字樓等等的一個需求呢 我相信都會有在的 那所以如果對比起公寓或者是真真正正寫字樓的話呢 我個人會覺得在商業的狀態上呢可能寫字樓會更加適合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給大家聽著音樂用眼睛去看看它這些功用的部分 跟著呢我們就會去看一款無闢的示範單位 那由於是無闢所以可以看到的東西呢真的不是很多的 現在看到四十二平方了 現在我們上了一個都是算比較高的樓層的 可以就北向的單位又回來的話呢 它其實就比較簡單 那麼就叫鏡頭這邊這個呢 它其實可以就作為一個洗手間位置 那當然到時就在這裡做一個開放式廚房 那其實這種單位呢它就不可以用這個明火的 沒有天氣到戶的 所以基本上它都用天的 這四十二平方的話呢就三米九高的樓底 到時就毛皮膠闊 像這隻毛皮的總價呢大概就去到五十多萬左右 那麼其實花了多少錢去裝修 現在呢是向著北向的 北向的景觀呢是對著對面這個大學 科冠學院可以遠處一點點 我拉鏡看一看 它能看到這邊的環境都相當不錯 北向這邊 而且下面這塊草地也是一個科技的 學校用地來的 好了這個就是四十二平方的總價 剛才說到五十多萬左右 好了看完剛才那套毛皮的示範單位了 我相信其實了解環琴那片公寓的人都知道 現時那邊有些本身發展商承諾的裝修就沒有做到的 不過其實環琴 之前都有賣過一些是毛皮的公寓產品的 但是呢它本身呢連單位入面呢 洗手間的來去水位都是不設有的 剛才看到呢它已經做好了那個洗手間的空間 來去水位都有的 不過都是那句啦 在航新城這裏 除非你是對舖位等等情有獨鐘 如果不是的你都真的買來出租 或者是想自己用自己住的 建議你呢還是先考慮住宅 今集的內容呢就來到這裏 如果對於這個項目 又或者是航新城裏面的其他住宅產品是感興趣 想問我們拿些資料研究一下 歡迎聯絡我們 下條影片再見 我們為大家介紹一下 怎樣來到我們自家兄弟最方便的旺角門店 由旺角地鐵站的這一出口出來之後 只需要向彌敦道方向 走去大路之後 向左手邊一直走 會經過屈臣市和萬寧等等的商鋪 在匯豐銀行之前的位置 就是彌敦道655號商業中心 自家兄弟就在八樓的802和803室 樓下是不需要特別的登記 而等候電梯上來的時間也是相當快捷 上到八樓之後 只需要向著801-805那邊的方向 推開大門就可以見到我們 自家兄弟的旺角物業直播展銷廳 在這裡我們會提供舒適的環境 讓准買家慢慢欣賞去心意的物業 也有專人提供樓盤資訊 以及解答買家的疑慮 無論你有任何的需要 都歡迎你來到我們旺角的門店 向我們查詢一下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